图片来源,视觉中国,范冰冰暗终于纯来落定,这恐怕是今年国庆当最重棒的新闻之一,随之而来的震荡,却只是一个开始。 10月8日,国庆假期后的第一天,影视板块大幅低开,截至收盘,仅仅影视跌停,当代东方跌幅9.94%,横电影视跌幅7.45%,光线传媒跌幅7.19%,范冰冰事件引发古典效应10月3日,新华社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和加速省税务局获悉,范冰冰在电影当轰炸剧组拍摄过程, 中实际取的片酬3000万元,其中1000万元已经申报纳税,其余2000万元以拆分合同方式偷逃的人所得税618万元,少缴营业税及附加112万元,合计730万元。 此外,还查出范冰冰及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企业上缴税款2.48亿元,其中偷逃税款1.34亿元,偷税入税,阴阳合同,税应总局介入,巨额法单,限期令,每个关键词都将影视圈推向了风口浪尖。 范冰冰是引起这场海啸的蝴蝶,但影视业所存在的问题,并不是只有范冰冰一人造成的。 整个影视业正处在漩涡中心,飙风或许会越来越强烈,影视谷骨架的受挫,便是最直观可变的影响。 车友员举报范冰冰偷税入税,那时间发生在5月底,此后范冰冰销声匿迹,婚姻婚姻秀却大幅带走位影视公司所剩不多的市值。 从而数据显示,过去120天,除了仍在停爬的旺达电影,所有和影视相关的公司的股价全部缩水,跌幅均在10%以上,损失最为惨重的伟当代东方。 如今6.43元的股价相比120天前下跌超过60%,中南文化,文头控股,唐的影视,奥菲娱乐,此文传媒也均破了跌幅超50%的大观。 如今,资本和演员的榜定越来越密切,站在美光灯下的演员,一旦有重大新闻出现,就会引起上市公司的股价动爆,而偷税路税的查处, 现新令的落实都将升起影响到影视公司的业绩,最终又会影响到股价。 不过,就今日的情况来说,某页内分析时告诉记者,今天是整个大盘大的下跌,影视代表黄色。 此文,唐德的下跌并不算多,影视公司风光不在影视板块,曾指A股市场上的明星板块,深受投资者的热捧。 2015年,那波流市令人记忆犹新,华谊兄弟的事实,一度飙升至900亿元,距离现役市值己一步之遥。 同时,国内影视娱乐公司纷纷筹创,IPO上市,或者登陆新三板挂牌,还带动了资本运作的活跃度,被影视公司跨界定购中小型影视娱乐公司,将这些影视公司装入上市公司,提升公司估值,进行资本套利游戏。 在最风光的时候,做水泥的,发霉的,各路公司选择跨界,业内的意外的都想尽办法和影视沾边,影视作品随便投资都能获得收益。 那时,二级市场对影视公司大肆追捧,泡沫太大了总有破裂的一天,去年赵薇予以6000万元的自由资金,用50倍的杠杆收购万家文化失败,引起监管层的重视, 影视类的并格也大多被喊停,2017年全年,只有恒电影视,经营影视和中广天则三家影视公司实现IPO,这种困境一直延续到2018年。 今年上半年,华视娱乐,新丽传媒,开心妈花,和丽陈光四家影视公司纷纷终止IPO。 不仅如此,嘉兴传媒和乐华娱乐,也重新三板摘牌,值得一提的是,今年6月举行的上海电影节上,多为影视大佬就曾预言,未来影视股的股价还会下降。 博内影业集团总裁于东直言,中国的资本市场在精力在做的这批创始人的公司之后,有段时间都是拼盘子的公司上市,这一点我也挺不服气。 这些拼盘子的公司上市完之后,都面临三年对赌期到了,未来影视股的股价还会下降。 所以在这个时候对这些原创的,创始人的公司都面临很大的考验。 光线传媒董事长,总裁王长田,也在6月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曾表示,资本的撤离市场,整个社会的不信任,导致影视公司普遍的融资困难,影视行业的好日子快结束了。 记者B人员编辑李静汉